我完全不管国际的规范 而且因为它有服务权 台湾的权利是怎么样 除了台湾自己有船之外 它还会去买别国的船 这个叫权益船 明明是台湾的船 但是挂的是别的国家 比如说挂那个 反正台湾 太平洋里的小路没对 万拉杜啊 柏油啊 那些的 那就挂他们的名字 那其实事实上 整个太平洋上面跑步 过台湾的船 背后资本都是台湾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造成整个 远洋上面渔业孤解 然后呢 巴士海峡 台湾跟菲律宾的海域里面 近海渔业的资源的孤解 这个问题 所以说问题是这样的 最近其实也有人讲说不要打仗 我赞成不要打仗 但是不要打仗也有不同讲法 有人说台湾跟菲律宾 要联合合作开发渔业资源 我听了就觉得 哇 还联合开发 我们应该要合作的是 怎么样联合限制吧 因为我访问过渔业署这个问题 渔业署就说 你这样想很奇怪 因为中西太平洋区渔业 我一直在讨论说要怎么样限制 怎么样让鲁鱼不要消失 因为鲁鱼如果再这样下去就要消失了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问渔业署长 副署长蔡日耀 他其实就讲说你这个想法很奇怪 他直接就讲你这个想法很奇怪 你现在叫台湾不要去抓 台湾自己限制 台湾限制别国会去抓 那你叫我怎么办 就是我刚刚讲的 无政府状态 所以说全世界各国的渔业 渔业部门 全世界各国应该要合作 我觉得应该要合作 合作还不重要 我自己做限制 你也要限制 他也要限制 大家跟我谈有什么限制 好不好 怎么谈合作限制 渔业支援的开放 各位讲讲看 我Greenpeace讲话 人家都没有人要讲 大家好不好 我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这一套东西 如果说回到我们今天台飞的关系来看 你不觉得很遥远吗 但是呢 我们这个局是谁创造出来的 今天一个台湾的船开到菲律宾 其实就我们的资料 看他其实已经超过了台湾的护理范围 就是海军署第一时间公布的资料 是他已经超过 那到那个地方去 是谁让这些船长 陷入到这样子的生命危险 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护理员 是那个既得舰 阿玛业舰要跑出去保护他们 继续抓 没有人在讨论到 造成这个东西的结局是什么 或者是在评论 但是呢 我要讲的东西 不是说 我觉得我现在所想的东西 不是说我们要很快去论一件事情 而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工夫 就是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那我在经常接触到一些 其实不是这么有写作报道经验的 我觉得经常的一个问题 就是太喜欢先讲自己的看法 那我觉得一个基础事实的表述其实是蛮重要的 然后我最后再谈一点点东西了 就是说 最近我在社区资讯社 就是有个社区资讯社 在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投资不投资 算了算了那我就不谈了 我再寄给瑞翔让 不行那个东西不是够开的 你还是可以接你的电脑 不要 不要 大家太浪费时间 好那我先 我古老王部分先谈到这边 那刚刚给大家手上拿到的记堪呢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个目的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就是他可以把我们的捐款授权出嘴 确实送到每一个人手上 这个其实是他里面很重要的阴谋 那我大概讲一下古老王 刚刚我大概用从 和被料减者 一直到院里的这个例子 其实大概谈出一个 我们 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古老王是以社区为报导对象 同时呢 他是以媒体作为他参与社区的方式的 一个社区团体 这个话会不会太好口 就是古老王是社区团体 但是呢 做一个媒体就是他参与社区的方式 所以我刚刚讲 这是运动的媒体和媒体的运动 那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古老王不只在他报导的内容上 具有运动性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的运动性 我认为给他报导的东西还重要 第一个东西就是他 以什么东西方式生存 因为今天如果说 很简单的说 那个我举个例子 那个最近大马的选举前一阵的 因为后来菲律宾把他的取代掉 那大马选举 大马其实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独立媒体的网站 叫做独立新闻在线 独立新闻在线 它今年已经结束跟当今大马合理 当今大马也是像马来西亚很重要的一个 不过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当今大马就我上次去马来西亚跟他们访问 他们拿出来的数据就为之高吗 当今大马是全世界最大的新闻网站 全世界最大 它比那个 它比纽约时报 或者是华尔街日报还要大 那个大是那个浏览量 那为什么马来西亚一个国家会有养出一个这么大的独立媒体 因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看大马这是那个什么停电世界 有没有 马来西亚其实已经好几次选举 执政的国大党 不是国大党 那个任务 国政 执政的国政 执政国政的得票数都比反对党要少 最后喜事比较多 所以说马来西亚的反对党是怎样 比台湾的民进党还大 因为它得票率已经过五成 而且长期的超过执政党 然后马来西亚所有的电视台跟报纸 全部都掌握在国政的手上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反对派的媒体 唯一反对派的媒体就是这个当地大马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它有多大 然后独立新闻在线 当初成立的时候 他们在做就是 我不知道该说羡慕他们还是怎么样 他们找到一个人 这个人其实是在马来西亚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就是在华人圈里面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那他跟他们说 好 我们做这个事情很好 我帮你们去找钱 然后呢 你们根本不用问我跟谁找钱 我就每个月给你固定的钱就好 每个月固定给你钱 然后你们写什么不用跟我讲 百屋尽尽 一切东西通通都没写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心都会虚写出来 有的时候这个出钱的这个人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你这样写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然后那个人就会打哈哈 跟我完全不理他 就完全不涉入他们 这个简直是天造地设的金主的人 就是绝对不会干预但是又绝对会出钱 结果呢 独立新闻在线发生的事情是一夕之间发生的 就是他们每个月都会跟这个出资的人吃饭 结果那天晚上他跟出资的人吃饭 出资的人说对不起下个月开始我没有办法给你钱 然后他们就吓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写了什么东西不对 他就说你们写什么东西不对 这个你们不用管 但是呢的确是因为你们写的东西 所以知道钱也不是我出的 是我后面的人出的 我后面的人不满意你们写的东西 所以他们有办法再出钱 实在很抱歉 也就是说 我要讲的东西是 这个所谓的单一的独立的捐赠 我现在讲的只是捐赠 这样怎么不能独立的吗 没有办法独立嘛 对不对 因为他的财务来源是来自单一 而且不透明 你的财务来源也不透明 还是有单一这两个条件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然后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其实没有讲商业化的问题 商业化其实就是我今天 依据我的点击率 我的收视率 我的月报率 然后去卖广告 那我当然这个商业化的问题 我已经不用再怎么去讲它有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很清楚的看到 那么我刚刚讲商业化是一个问题 单一金主来源的捐赠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这段时间 这个十年下来一直在想办法 在克服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普劳网的生存 我先讲普劳网目前的募款能力 去年普劳网募道的钱是220万 整个募款金有220万 220万说起来多也不少也不少 那我们固定就是养4个记者 不到5个记者 那其实是不够的 就 先不讲我们领到的薪水 大概是就2万多块钱 就是比起一般行业里面的记者来说是少 少很多人 那 那 我们能够有200多万的这个募款 其实是来自于300多个定额的捐款者 是主力 300多个定额捐款者是主力 那这300多个人 其实大概就是三五百块钱的样子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写了什么得罪什么的 你不爽 你都不要决就好了 我当然这样子说 你还不礼貌啊 就是说 我们不用太担心说 因为我们的来源不是单一的 所以说我们的捐款者各种各样的想法通通都有 我们你说不定得罪了一个 结果却吸引了十个都有可能 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分散的方式底下 来维持我们这个媒体的独立性 因为媒体始终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最近有关于媒体垄断啊 买报社的问题 大家也一直看到 我今天换一个老板 譬如说 这个黎胖子 现在换了 要换成那个年代 年代社 那将来一年是会怎么样 就没有人知道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媒体的独立性 必须要让这个媒体的发展方向 能够掌握在他自己的边境台手上 这是你的 第二件事情 我刚刚讲了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就是媒体怎么样维持他自己的独立生存 第二个东西 权力要掌握在编辑台手上 但是编辑台下面的记者 他的工作者 现在媒体 我自己也耽误了一些媒体 其实看现在台湾的媒体的现象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是 媒体的组织 大概是我看过最封建的一个组织 他的封建有他的根本上的原因 比如说今天 今天可能是因为时效 就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比如说我今天 大家来记者编辑来讨论一下 我们今天头版又处理什么新闻 结果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你有没有办法吵架 常常常的讨论是讨论十个组织 不可能 一定要马上做决定 谁做决定 就是去他的科程 整个一直做决定 上面的人做决定 那么上面的人 他跟谁有什么样子的利益关系 你又怎么知道 你讲这个理由 就跟那个官场上都讲这个理由 在官场上就说官话 做生意人就是说 你那个所谓的效率 基本上还是因为 你商业卦赛 你就必须要这样 是没有错 所以说 我们今天在媒体里面 他会用这样的一个理由 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去建构一个 其实我觉得 那个甚至在现代企业 都不容易看到的 非常苛诚的 非常封建的一个环境 那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媒体也很难独立 因为我只要去 瞧你的总编辑就好了 对不对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然后又造成了 实际上第一线工作者 跟编辑台之间的落差 但是这件事情 在古老网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古老网没有编辑 跟记者的差别 我们大概这几年 发展出来的组织 是这个样子 我们所有的决定 包括说财务 内部的财务的决定 外部的财务资讯的公刊 这个是一个确定 那么有关于 我们古老网的发展方向 其实都是大家的财文之外 那然后你说 古老网的编辑 总编辑是谁 所以我发现看 比如说我是古老网记者 那我也是古老网的主编 这个主编跟记者的身份 是会互动的 会动的 就是他其实是 每天会人流 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月底 会决定下个月 谁是礼拜一 谁是礼拜二 谁是礼拜三的主编 然后一直不断的做调动 所以说 有那个情况 譬如说前几天就发生那个事情 我们那个王浩生跟我讲说 所以说我礼拜三要派你去香港 访问那个马头工人罢工的事情 因为我是主编 主编有派现的权利 我派你去 我就说 你跟我讲这个话 我礼拜二就主编 我礼拜二就派你去 礼拜二 礼拜二等下礼拜三 你再派我去 所以跑去香港 对那 所以说 我们的主编是互换的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固定的权利位置 他不是一个固定的权利位置 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造成一个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我刚刚讲三个吧 第一个是他报道什么 第二个是他以和为生 第三个是他的内部如何运作 内部民主其实也会牵涉到这个媒体 他的鼎律性 那么其他的商业媒体 他也可以类似 抢讯你这种方式 这样就没有老百要出钱 对啊 对啊 所以说 我觉得也是在做一个实验 当然会有人对我 体验这个东西提出挑战 就是今天古老房只有五个人六个人 如果有一天还有五十个六十个人 还是还能够这样做到 因为人越多 你要进行直接 你组的越困难 那我 我只能给大家说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想 那么久以后的事情 那 但是起码我们现在是一点一点 在实践这个东西 所以说其实 包括说各位拿到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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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看 不满 这个其实全部都是运动的一份 就是我们基本上 他是不可能分割的 跟我刚刚说报告的 的 的我们报道的内容 我们报道的方式 跟我们想的东西 谢谢大家